QQ俠第二季 第十三集 统治世界 预告片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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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上一集 达克魔王被回忆的漩涡吸进去 原来他的童年遭遇霸凌事件 被朋友同学欺负 这些负面心情 就像是一股黑暗能量 将他吞噬变成一个大坏蛋 达克魔王全身冒着紫光电波 这股力量让周围的树林大地 都感受到压力 太惊人了 这下该怎么办啊 这个黑色力量怎么没完没了啊 金木水火土攻击 金黄金的金 QQ俠身体开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他将金的能量集中在手掌之中 形成一个明亮的金色光球 木 随着QQ俠的呼吸 周围的树木迅速长高 他们的树冠伸展开来 提供额外的能量支援 水 QQ俠的双眼中 涌现出湛蓝的水流 他将水的力量注入光球之中 火 QQ俠的身体被火焰包围 他的力量达到巅峰 很好听吧 想要听完整版 赶快加入VIP故事王国